哈喽优酷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蒲一鑫 哈喽优酷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竹子男 两位来这个舞台之前 彼此认识吗 其实我们在 也刚好是缘分 上一个节目我们俩一块 对刚认识 在一起打游戏 你们的游戏水平怎么样 他他很厉害 我他也很厉害 我是另外一种厉害 哪一种 也不好透露 不能透露 这是我们的战术 但是南南反正 把跟他兑现的人打穿了 心态肯定穿了 现穿没穿不 刚刚和 期待我俩的游戏水平吧 对期待我们的游戏水平 很多网友都很想看你们同台的 假如你们合作的话 有想尝试的类型吗 那怎么能让你讲的 那我现在跟你讲了 那我节目还是不成 对呀 随缘嘛 对 但是我其实的确 就是有机会的话 很想跟南南来一生 我觉得南南的东西 真的很高兴 我有点 因为我之前就是你那个 前天那个现场 我之前看过你的那个连舞杯 我觉得那个 不至于不至于 很有意思 以至于我们要合作什么 肯定是不能告诉 对 就可能合作一点 从来没唱过的曲风 之类的 乱说 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一天 我们在台上cosplay 英雄 对 南南踩牌的时候 有看阿卜的舞台吗 姐我真听不到 不好意思 我耳朵背 您知道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其实没有看到 有点可惜 因为我们俩是我先 我先上的 前后脚 前后他演的时候 我在台下采访 我前后的舞台也没看到 我看南南的舞台是 我在那后场 我通过那个 缝 不是那个缝 是那个后面有一个那个 反送吗 那不是有一个通道 你记得吗 那个玻璃通道 当时把你大屏上的画面 反射到上面 我是通过那看了 三属消息 对 三属消息 对 那这一次录制 有没有让你们印象深刻的环节和舞台呢 比如说此刻 有此刻 此刻 好热 好热 就是 真的我 申请一下做个闪光的冬天 好 三个夏天的 找不住了 真的 闪光的冰雪大舞台 可以 穿羽绒服都行 没关系 今年整个特别写冰雪舞 Let it go 如果要推荐一位朋友来上节目的话 你们想推荐谁 哈哈哈 我想 我想 非要推 就是把 推荐一个人 你有谁让推荐的人 推荐的人 那就让他们自己申请 让他们自己申请 咱们不是 我们这个节目是想来就来的吗 对啊 我们这么随便吗 他们想唱 多少人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和心血 才争取这一次登上这个舞台表演的机会 我们工会还要省批呢 对 他们想来就能来 对啊 就我们能带他 他就 推吗 他不能推 真好笑 这个问题 马上要登台了 你们现在紧张吗 紧张啊 我让人都流汗了 你是热的吧 是热的 对 紧张 也主要是因为热 就是这个天气会也会带来内心的一种躁热 也会有一点影响 最后 请用一句话来安利一下闪光的夏天 给你们带来这个夏天最 燥热的舞台 这是这个夏天最热的节目 那个汗水架是流万流 那个水的糖 放三元之闪光的夏天 跟着节奏拍手 依次说出闪光的夏天里有什么 卡通或者接不上的要接受惩罚 输了就干嘛 输了我们再玩一轮 输了再玩一轮 就输赢都一样 别 咱们这样 咱上来 我们输了 一直玩 你输了 我们就停 怎么样 行 行 来吧 好 楠楠先来吧 闪光的夏天有什么是吧 然后我自己要说一个先吧 对 你先说一个 闪光的夏天有什么 有阿浦 周震南 有乐队 哎你错拍了错拍了 哎 这个 我们 是因为两位太帅了 我没注意 再来一个 不是 我们因为我们作为专业的rapper对于节奏的把 喂 我不是专业的rapper 我都敢说这个话 我不敢 我们对于节奏的把固是非常精准的 我们眼里容不得沙子 就是一点点错拍 我们都能精准的感受得到 惩罚 刚才的确是错了 惩罚 行 接受惩罚 给张延祺采访两小时的视频 对 人物传记 为什么是张延祺 因为整傻 好的 那最后再给自己的舞台打个call吧 嘿嘿嘿 哈哈 干嘛 我也 我以为他要抽尾吧 我 我是以为你要 因为你刚才一直在跟导演说要说什么 我以为你已经把词想好了 所以我就准备啊 这个一点手势 但是 一直没来 没事 你来你来 好 优酷的朋友们想看 周胜南超绝舞台现场吗 优酷的朋友们想看复兴超绝舞台现场吗 那就请锁定优酷闪光的夏天 对 互相介绍对方一下 不要自我介绍了 互相介绍对方啊 大家好 他是黄子红帆 可以播啊 想个能播的 没有 一句播不了 大家好 他是 当 逼 首先请两位老师跟我们优酷的网友们打个招呼吧 先哈喽是吧 对 两三二一 哈喽 优酷的朋友们大家好 啊 啊 啊 我们是 哈哈哈 我们是什么 还有一个人没来哈 火力啊 这个是 这位是 艾斯 冰块哥 我们平时叫他 冰哥 啊 是吗 不是 哈哈哈哈 好 ok 呃 这位是黄子红 烦死了 烦死了 哈哈哈 太烦了 黄子红烦对 啊 我以前也有个演出主题就叫做黄子红烦不烦 真的 对真的 ok 这是个问题 热身游戏直接歌挑战 根据导演提问 两人接力回答对影歌词 来试一下 斩 斩 斩 整个 下 天 小 天 天 天 啊 后面一句不记得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再来一个包含颜色的歌词颜色的歌词啊 嗯 2000 years later 蓝 蓝 蓝 地 天 天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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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蓝的天 是我的爱 我想是蓝蓝的天空 印和理 好好好 两位来之前认识吗 不认识没见过 没听说过 两个不知道 到现在都不认识我讲证 我说哪 这只是为了这个采访我们才做一次 确实 刚才差不多聊了五分钟加长 来之前有没有想过会跟人一对挺自由的吧我觉得 对挺自由的就是来之前我就寻思我说哎呀跟爱思 哎不对不认识哈 啊 来之前我就寻思哎呀就是看看缘分看运气吧都可以来这大家都是好朋友没其实没想过要非要怎么组队先抛开舞台来想我觉得哎又可以在一起玩了对对对对确实是确实 尤其就除了有一个姓喃小有什么呃颜三个字对对也不来就想就台上去就这样做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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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们是能快速的跟大家破冰吗 没有啊现在有几个人都不记得 有个人多 balls 只要活人找的也不知道啊 那你们两个中间你们觉得网速最快的是谁哈他吧互相都觉得是对方 那最近学到的一个新的梗是什么不是哥们 哈哈这个这个还其实有点早了我记得是吧 最新学的最新的其实得问理 嗯 专专业 对他是网络达人 我们最近都沉迷舞台 在好好准备作品 是的是问题来了 在机场唱歌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不一样的感受就是我在机场唱歌啊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总有一种 哈哈哈哈 总有一种感觉 哎怎么会在机场 哎或许你知道 下一次我们去正儿八经登机的时候 走到这些的时候就会觉得哇 怎么回事跳脱出来 回想到感觉对 如果听到有什么声音的话 可能会下一次往上开 外面是搭了个牌子 因为这次的参与度 会比以前跑音乐节更深一些 好几天都在这 有什么感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特别充实 特别满满荡荡 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环节吗 还是以舞台为主 对 我们不是走真人秀那一挂的 节目播出之后 大家都会知道我们是哪一挂的 对 你知道吧 还现在是搞笑 从小丑 三个小丑 三个小丑 你们在舞台上有没有小设计 全是设计 全是细节 只要大家认真关注舞台 就会发现看一遍 就会发现不一样的内容 对吧 跟我们分享一两个 不一样的小细节啊 我觉得我每一场造型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哎我还真是 我也是是吧 对每一场造型 这算是一个吧 然后剩下的 我觉得就别说了 每场的作品的风格 其实都不太 哎 对音乐风格确实是不一样 不一样 这一次我觉得其实 是我从来没尝试过的风格 你真没尝试过 我没有 哦 我有我有贴过这方面 我但是我做的没有那么的 以前的乐队 我可能比较偏现代一点的 你比如说new band 或者说hop band 多一点的 但是呢 也确实没有在节目里面 去展现过这个东西 对我也是 是的 我就说所以这一次我还蛮 很期待就是大家看到一个 所唱歌歌手蹦蹦跳跳之后 然后可以前进下来 然后就是chill一点 在那种状态 大家会觉得怎么样 在台上在台上喝茶 是是是对 你们现在上台还会紧张吗 我觉得不能叫紧张吗 我觉得是一种反应 是一件 你要去做一件事情之后的反应 我现在上台之前我会犯困 我也是是吧 你也是现在就聚困 对我是夏天来了 我是音乐节也好 我自己的巡演也好 上场之前我都一直会很困很困 上台之后呢 上去的第一秒钟一下就精神 对上台就亢奋了 除非是实在实在没休息好 可能上台以后亢奋的劲 都会可能稍微打一点折 但是也不会不亢奋 对对对对 如果要你们推荐一个好朋友 或者下一次来带一个好朋友 上节目的话 你会带谁 这是谁啊 你要带谁 你要带谁 但我们俩都认识的还是说各自带一个 你们商量带到谁吧 还是勉强给你挺可怜的那人 你知道我说谁 我知道也三个字的对 可怜没没什么人搭理他啊 是啊就姓许的那个 对对对啊 你你说是哪个 你说的是哦 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个了 哈哈哈哈 那还在求职阶段呢 哥们还求职呢 对对对 给他带上唱歌多好吃 是唱歌确实不错 今天在网上 或 呜呜� 店银Á 哈哈哈哈哈哈 对然后也挺好玩的 有个门 对 所以是 学 天 学 用一句话安利一下闪光的夏天 快你把你的所有的晕脚 用到现在我们就结束 安利闪光的夏天 闪光夏天的舞台 保证不会胡来 都说了这个夏天必须要散光 舞台要散光 我们的口号叫做 shine sine 哥几个 情义永远都会 sine 大家一起敬请期待 time yeah let's go